2023年注定是游戏的高产年份 从2月份开始 大制作 好游戏不断涌现了出来 比如 霍格沃茨之遗 原子之星 Town Mick Harrison 灵之子等等 他们的表现都非常好 不知道大家玩了没有 那么3月份有啥值得期待的游戏呢 让我们前站一下本月的新游 1. 卧龙 苍天陨落 该作确认在2023年3月3日正式推出 如果要用一段简洁的语句形容这款游戏的话 那它应该算是融合山海晶元素的三国题材人亡3 微软和Team Ninja都非常看好中国市场 产品是支持中文的 2. 零 月时的假面 零 月时的假面 是一款由Techmo和任天堂合作 于2008年发行的老牌动作解密游戏 如今 其重制版将于3月9日正式推出 游戏相当的恐怖 如果你对日式惊悚剧情游戏感兴趣 又没有玩过以前的原作 可以留意一下 3. 莱莎的炼金攻防3 游戏全称为 莱莎的炼金攻防3 终结之炼金术士与秘密钥匙 是该系列第三部作品 游戏的PS5 PS4 Switch版预定在2023年3月23日发售 SIM版则要晚一天 之前的两部作品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星座自然也获得了大家的关注 蜜大腿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 4. 生化危机4重制版 我本人在3月份 具体日期是3月24日 最期待的产品就是这款 由卡普空推出的生化危机4重制版了 冷饭之王生化危机4 曾经移植到多个平台 而这一次符合现代高品质风格的重制版 依旧让广大粉丝兴奋不已 据悉 生化危机4重制版的重制规模 与生化危机2重制版相当 同时又保证了游戏时长翻车的可能性不大 5. 最后生还者 第一部 最后生还者是一款推出多年的老牌游戏 有多么经典就不用赘述了 该做的重制版最后生还者 第一部 早在去年就已经登上了PS5 而它在3月28日终于要在Steam上架 广大PC玩家终于有机会来玩一下这款 索尼第一方大作 当然 部分PS玩家也挺迷惘的 既然大部分产品都登上了PC平台 为啥还去买PS5呢 6. 赛雷莎与失落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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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风格和艺术风格都使它看起来非常可爱 贝雷莎与失落的恶魔 赛雷莎与失落的恶魔 赛雷莎与失落的恶魔 将于3月17日独家登陆任天堂Switch 它将让你完全控制 赛雷莎与失落的恶魔 解决谜 7. 赛雷莎与失落的恶魔 7. 赛雷莎与失落的恶魔 小小世界 野外生存 赞义 是一款多人生存游戏 其创意和之前的微小世界生存战 高尼迪类似 主角变得非常小 成为了食物链底端 一些之前不起眼的生物 比如 蝗虫蚂蚁变成了极度危险的存在 而且产品支持多人合作 预计3月29日推出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看到 3月份的游戏阵容也比较强大 既有新作 也有老牌产品的重置 大家的选择很多 上述7款游戏 你喜欢哪款呢 欢迎留言分享